是板桥有一间旅社日前发生了抢案 有一位女服务员被歹徒压到房间 另外一个共犯趁机跑到柜台去搜刮财物 还好有其他员工发现 马上报警把两个人给吓跑了 警方事后调查发现 这两个抢匪其实都是未成年少年 因为缺钱去打网咖 竟然结伙抢劫 凌晨三点少年到旅馆投诉 但明明在室内一个却戴着全罩安全帽 另一人也紧戴外套帽子 进到屋内还开门探头张望心机诡异 事后女服务员到房间敲门 没想到整个人遭到拖刑抓进屋内 两名青少年因为缺钱打网咖 竟然异想天开 利用朋友名字花1080元投诉 却给2000元大抄 要柜台找林并要求服务人员 把找的钱拿到房里给他们 再趁着这个时候把对方拖进房间 用毛巾捂住对方口鼻 将人压倒在地强劫 却发现他身上没钱 另一个共犯赶紧冲出房外 想到柜台搜刮财物 却被其他的清洁人员发现 两人快速逃离现场 一毛钱也没抢到 当初为了抢到财物 为抢得任何财物 还花了1080块 幸好警方利用投诉者姓名清查交友关系 在半天内将两名青少年逮捕 因为一时冲动 让自己留下钱可记录 记者刘世伟周 一如SN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